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上海大馄饨 那馄饨皮呢很方便买到 但是馅呢我们要自家做 今天我用西洋菜和搅猪肉做馅 西洋菜挑好洗劲 放滚水里烫一下 一分钟上下它就会缩水 立刻给它捞出来 然后再用清水给它冲凉 否则好会黄掉 然后呢我们捏干水分 但是不要捏得太干 把菜籽也捏出来了 切之前呢我们把它展开 不要团在一起 用你的手关节 这里或者这里抵住刀背 指尖不要伸出去 这样一点一点往后退 把它磨得很碎 这样就无需再剁了 这里呢我用了鱼菜等量的猪肉米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上下调节一点点 但是记得 但是记得菜不要放过多 同样 肉放多了呢也不一定好吃 我们先给肉来调味 如果你是一磅猪肉的话 那我们放1T的盐鲜 1T的汤 再放大约1T的料酒 那如果你不喜欢料酒的味道 你就放一点白胡椒去腥 肉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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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同菜和在一起 那菜这部分呢 我们就要放一个teaspoon的盐就好 如果你用一磅左右的菜的话 菜和肉一定要拌匀拌透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 是不是还要再加水 那新手呢 可以先包几个 尝尝味道 咸蛋不合适呢 还可以来得及再调整 那馅呢 这样就和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包了 我们来看哈 拿一张馄饨皮在手上 馄饨皮呢 两边一边会粉多一点 一边会粉少一点 然后我们拿粉少的这一面 放在里面放馅 刚开始包可以放少一点馅 不要太greedy 用我们的middle finger 去蘸一点水 上面划一条线 左边右边都弄一下 然后用我们的拇指和狮子 把它翻上去 但是不要放到平了 留一条线 就像我们人的领子一样 等一会让它长一点 翻出来就好看 然后左手 右手都握在这个两个角 用我们的两个中指放在这个馄饨的后面滴着 然后上面这样 石子翻过来 把这个皮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 OK 这样过来 是不是我们刚才中指上面还有水 正好可以碰到我们这个角 然后让它湿了 翻过来 底着 腌一下 就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红的 接下来我们靠近再来一遍 肉馅方中间 放了尽量长方形一点 包出来好看 一半涂上水 翻上去 中指底着 弯过来 弯过来 捏紧 那馄饨呢 我们有用煮的 或者用煎的 现在我们先来用煮的 开水下锅 马上搅动一下 以防它粘底 水不能放太少 否则馄饨会粘在一起 盖上盖子 人不要走开 开后 我们下一点凉水给它积一下 那放多少人水积 要看你的馄饨有多少 我们再盖上盖子 那新鲜的馄饨 它再开后呢 一定就会浮在水面了就好了 那如果是冻馄饨呢 那如果是冻馄饨呢 你要再加一次冷水才放心 这样煮出来的馄饨 会干干净净的 汤水一点都不糊 接下来我们用煎的 开大火 放上差不多一汤勺的油 然后把馄饨放下去 让它每个底部都沾到油 然后这个时候你听声音 听到它有声音滋滋滋了 说明这个锅已经是很热了 我们可以加水 加水的时候 要每个都淋上去 不要一下就倒上去 盖上盖上盖 没有冻过的新鲜的馄饨 就少放一点水 那冻过的相对的来说 就多放一点水 好了 当你听到滋滋声音的时候 你就可以关火 混炖就好了 我们把它反过来放 这样子就会脆脆的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